渡過月球的水稻種子 二月在廣州華南農業大學的試驗田種植 經過五個月之後 掌成大概有半個人這麼高的稻水 每粒稻米大概一厘米長 研究人員收割了一萬水泰空水稻 在分裝渡實驗室 還是為了培育一些比較好的優良的水稻品種 3度分21秒8度6毫秒 今年11月月球探測器常樂5號 攜帶了40克水道種子發射升空 華南農業大學說 種子在月球23日 位處的深空環境比以往探索的更加遠 內部遺傳基因變化更加顯著 種子到地球之後送到溫室培育 再轉移到田裡面種植 大學形容這批太空水道 有望成為中國原創新品種 不過仍要經過多輪試驗種植 最少要三至四年才可以真正被市民吃